另外我們做的實驗是熱熱傳導對流輻射的實驗 好 第一個是熱熱傳導這邊 這個實驗是這樣子的 很簡單 就是他放了三個磅 分別是玻璃磅 然後鐵磅跟銅磅 然後用火柴去點燃他 然後他形成的熱 然後他就會問說 請問你火柴磅什麼時候會掉下來 就是他在右邊這邊有沒有 左邊這邊加熱 然後加熱之後他這邊放火柴磅 他看誰先掉下來 因為掉下來他的體積發生變化 就發現什麼東西 發現銅磅最快 再來是鐵磅 再來是玻璃磅 所以這有什麼意思 銅磅的受熱速度快 那這有什麼意思 銅的鼻熱就比較小 銅的鼻熱小 這裡把他寫上去 銅的鼻熱比較小 OK 好 然後第二種的實驗 做的是對流實驗 就是你有兩個飾管 然後分別在上面這邊加熱跟在底部加熱 那他會問你說 請問你誰上升溫度比較快 你覺得答案是誰 左邊還是右邊 一樣快 不會 但是左邊比較快 為什麼 因為左邊的部分在底部加熱的話 他會形成所謂的對流 你如果在這個量加熱的話 結果上面的溫度會上升 下面這個溫度不會動 而且他可能造成這個飾管怎樣會破掉 OK 所以答案這邊應該是A大於B 原因是因為他的對流會比較好 這樣子 會啦 好 然後最後一部分是用的是輻射的部分這邊 用的是輻射的 那他是在用 他在做什麼東西呢 他在那個 兩個那個溫度計的底部呢 分別用了白布跟黑布 把他蓋起來 然後去做加熱 然後他就問你說 請問你 你猜誰的溫度上升兩塊 黑的 原因講過對不對 因為黑色跟深色的話 容易吸收那個輻射熱 所以那是黑大於白的 OK 回來好